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23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美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1个 苹果日报光荣结业 香港新闻自由逐渐凋零 传闻叛逃的董经委又后面了 第3个是 美国政府否认布林肯下周见王毅 我们先一个个讲 香港的苹果日报今天出版最后一期苹果日报 打完了他的最后一仗光荣结业 同一天 香港警方6月23号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 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 拘捕苹果日报主笔李鹏 李鹏 李鹏 原名的本名叫 杨清奇 我们是同一代 采访中国新闻的记者 杨清奇是第1名 香港 以国安法 拘捕的 报刊的评论员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杨清奇是福建人 上海复旦大学毕业 90年代移民香港 曾经担任苹果日报的中国组的组长 后来成为苹果日报的主笔 就写评论 是苹果的评论 杨清奇主要撰写 中国香港和国际的时事评论 杨清奇在国安法生效之前曾经写过一篇 一篇文章 题目叫 制裁人权恶棍是釜底抽薪 这样的文章他提到 但愿美国国会政府能够发挥全球马格尼茨 马格尼茨基 人权问责法的威力 尽快的把 制裁对象扩展到更多的中港高官 制裁香港的人权恶棍 震慑香港官员也刻不容缓 就在头一天 杨清奇发表的社论 叫不要灵光天 广东话叫 朗天光来流 就是不要等这个天亮了 又尿床 这篇社论结尾这么说 他这么说 他说 无论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还是德国的纳粹当政时期 都是人类文明的黑暗时代 然而 黑暗总会 总有过去的时候 人类始终将回归文明 因此 无论是知识分子 传媒工作者 还是政治人物 豪商巨股 身处那样的时代 都应经得起 智慧良知的拷问 切莫 叫 一笑历史 所以这个 就是 林天亮 要床 成为这个网络热词 那么中共整肃香港媒体 以往的做法是抓老板 抓管理层 那么现在抓到了评论员身上 这是一个突破 这是个突破 非常震撼 这是钳制言论自由的新状态 中共在大陆 抓说话的人 抓这个发表不同观点的人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文字域 文字域在中国有传统 有传统 中共把文字域发扬光大 变成了因言获罪 那么中国外交部说中国没有因言获罪的人 那是弥天大谎 每天都在发生因言获罪的人 那么现在 这个杨清奇被捕 说明什么 文字域现在在香港也有了 这一切从哪里开始 从港版国安法开始 那么港版国安法 出现之后 那么首当其冲的是谁 首当其冲的是 苹果日报 因为最近几年 苹果日报冲锋在重大新闻 重大新闻的前沿 那么他是目前 在香港 能够向政府 向中国当局 说不 批评中国当局的 这个自由媒体 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自由媒体 但其他的自由媒体没有向苹果日报影响这么大 虽然报社内部一再警告他们的记者 那么 在报道香港抗议的时候要小心 但是 苹果日报从去年年初开始 就处于危急的处境 那么老板林志英 去年的2月 8月12月先后三次被捕 直到今年5月以非法集结罪和组织非法游行罪 探监20个月 与此同时 苹果日报报社也分别从去年8月 和今年的6月先后两次 被香港警方搜查 那么第2次搜查 非常的变本加厉 那么法院甚至授权警方可以搜查新闻材料 这个警察可以 随便打开记者的电脑检查记者的资料 这明显突破了 香港新闻自由的专业原则 那么这是破坏了香港自由的传统 伴随着苹果日报成为香港政府打压新闻自由的重点目标 香港 整体的新闻自由也在严重的倒退 那么其中一个标志就是香港电台的沦陷 那么香港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 5月份他在接受一个记者 接受一个外国媒体的采访的时候说 他说如果我被抓了 大家该做什么 当然是报新闻啦这是大新闻 这罗伟光说的 这就是香港 新闻人的专业态度 那么到了6月17号罗伟光真的被捕了 罗伟光和另外4名 公司的董事被香港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 拘捕 那么超过100名警员到苹果日报进行大搜捕 拿走了大量的资料 罗伟光被捕之后那么苹果日报的代理总编辑是叫 林文忠 林文忠是原来我在明报的同事 我当时在中国版他在港门版的政治版 他当时刚刚大学毕业 年轻他在学校是学生会主席 非常活跃 那么到了今天苹果日报出版最后一份报纸 那么 印100万份 大家知道平时印10万份的报纸 要印100万份那是一个 非常艰巨的任务 最后一份 苹果日报 印100万份 6月24号出版的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发表公告 说 基于员工安全及人手考虑 决定午夜后 即时停止运作 明天也就是6月24日出版的将是最后一份实体报纸 网站将于午夜后停止更新 苹果感谢读者 订户 广告客户以及香港人26年来的厚爱和支持 在此别过 珍重 那么6月24号凌晨 苹果日报在香港出版 出版最后一份报纸 那么香港市民 不离不弃 那么 在苹果 在一传媒的总部大楼外 聚集 等候最后一批苹果日报运送出来 香港各地的报摊都有人彻夜排队 等待最后一份苹果日报 这就是有情有义的香港人 那么之后 苹果日报和他的员工 就完成了 他的历史使命 苹果日报虽然关闭了 但香港人 香港新闻人的专业精神仍然在 麦克阿瑟将军在1951年 4月19号 在国会发表告别演说的时候说 老兵不死 只是逐渐凋零 苹果不死 只是逐渐凋零 中大教授周宝松在他的 在他的这个Facebook上面说 他说 中共为什么要在全香港人面前凌迟猝死苹果日报 并且迫使苹果今天晚上就关闭网站 令读者从此无法回看之前所有的新闻 照片 影像和评论文章 我想不外有三个原因 第一 令我们所有人恐惧 二 令香港从此没有独立敢言的媒体 三 令我们忘记历史 我们该如何面对 一 我们要学会面对恐惧 二 我们要努力支持所有的独立媒体 包括 《立场新闻》 《众新闻》 Hong Kong Press Hong Kong Free Press 独立媒体 端媒体 GHK等 三 我们要学会守护 和传承记忆 确实很艰难 但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只能凭着信念 一起走下去 我们要让大家见到彼此 相濡以沫 好好 守护着香港 2021年 6月23号 11点 56分 苹果倒下前一刻 纽约时报说 苹果日报停止运营凸显 新国安法在香港的影响 影响范围之广 蔡霞教授在推特上说 自由繁荣的香港 坚强不屈的700万香港民众 抗争到最后一刻的苹果日报 自1997年以来香港人捍卫独立自由 捍卫公民权利 捍卫人格尊严的英勇 抗争 所有的所有 永远 名字在我心中 这就是我此刻想说的 香港记者蔡永梅 她说 文明是脆弱的 香港有150年的历史 从英国治下 到现在 我觉得香港人已经养成了一种牢固的自由传统 突然 一袭之间 就被摧毁掉 文明是坚韧 从反送中运动中 香港青年的抗争就可以看出 他们有打不死的精神 香港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 他们受不了 不自由的状况 虽然现在受到了打压 但火种 已经埋下 这就是 我们的希望 苹果日报 结束 但是 新的故事又开始 请大家 守护香港 支持香港 支持香港人 支持香港的独立媒体 为他们的鼓与呼 提供 微博的力量 谢谢大家 之前有网友一直在问我为什么不讲苹果日报的事情 为什么不讲香港的事情 我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 香港是我的痛点 讲香港我很难过 那么 我不想让自己处于一个这样的状况 我想尽量的让自己表现的专业 我不想让自己的情绪影响我的节目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香港有很多非常优秀的YouTuber 他们的报道非常的及时准确而且深刻 所以如果大家想看 你可以去看 大家如果想了解 香港发生的事情 可以看他们的节目 会更做得他们做得更好 比我做得好 所以我就平时 我就不太报道香港的内容 那么更多的是 除非重大的事件我才会报道 好吗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第2个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传闻探讨的董经纬又露面了 这个场合是什么呢 场合是上海经合组织成员国 安全会议 密书安全会议密书第16次会议 6月23号举行 那么公安部部长赵克志以视频的方式出席并发言 会议签署了基要并发表了新闻稿 然后呢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谁呢 国务院副秘书长孟洋 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务专员 陈国平公安部 副部长杜航委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董经纬 那么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 刘斌 在这个杜尚连线参加这个会议 那么赵克志说了一堆 上海安全合作组织20周年的这个内容 那我就不说了 那这基本上是 这个第2次针对这个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 叛逃案件的 澄清应该是第2次澄清的了 那么和上次的活动是一样的 这一次的活动也没有这个董经纬的照片 和视频 那么 那么6月18号 这个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长安健 率先发消息说这个 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董经纬上午主持召开座谈会 学区贯彻今年4月26号 实施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 做好就做好反间防谍工作 做出部署 这是 第1次中国官方来这个澄清 董经纬的叛逃案 那么当然这次这两个活动 都没有什么呢 都没有图片 也没有视频 那么按照规定的通常规定是什么呢 国家安全部除了部长以外 其他的人都不出照片 新闻是怎么规定 那当然这次为什么不出规定我觉得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那么视频就更不用说了 那么我认为董经纬叛逃案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那么为这个传言下注的人都输了 全部都输了 那么 特别是那些赌输赢的自媒体 那么可以自罚三杯 作为媒体呢去赌新闻的对错实在是不专业 我们其实在面对信息不完整的时候做出判断是困难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能力做出自己的判断 而且 应该坦诚的告诉大家我这是一个专业的判断这不是基于事实的判断 错了也没关系 大家可以改正因为每个人都会出错 但是把这个把新闻拿来做赌注就不应该 为什么这太不专业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 新闻工作者不能赌新闻 因为新闻的信息永远超出你的想象 所以不能够赌 但是我们可以做判断做出判断给读者一些参考 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帮助读者 但是赌这是不应该的 背景我们稍微的说一下 那么今年6月初突然传出 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叛逃的消息 消息来源非常的不清楚我认真的查过 查了半天其实是没有查到 源头是哪里 我怀疑这是 这是某种操作 这是某种操作 那么后来 后来是这个SpyTalk 叫间谍说的网站 间谍说是 第1个能够看到头的 Fox News也是能够看到的但是他们前面是什么不知道 讲了几点 第1个 这个董经纬 董经纬叛逃跟 这个孙立军有关 这是第1个 第2个 还有他女儿 叫董阳 进香港叛逃 然后携带了大量的资料包括的是武汉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资料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很多国安资料 那么就改变了 改变了拜登政府的立场 但我怀疑这里面就是有问题 这里面是有问题 然后董经纬是2018年出任国安部的副部长 那么 后来就各种故事就出来了 各种故事都出来然后就各种打赌啊有人赌上自己的岗位啊 有人赌上自己的这个名誉啊各种赌就来了 我 我认为 当第1次 这个 澄清的时候那条那条会议的新闻的时候就是就是长安建出来的那个 6月18号 就已经很明确 就算是有人叛逃 肯定不是董经纬 我当时是这么看 为什么 这是一个逻辑基本的逻辑 我们在跟进新闻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灵活的 灵活的调整 我们的立场 为什么 因为你获得的信息在不断的变化 那么不同的信息的组合 会达到不同的结论 而不同的结论 我们新闻工作者 就是事实的奴隶 我们是跟着事实走 而不应该固执己见 这是非常重要 这是 第2个主题 那么第3个 美国政府否认布林肯下周见王毅 美国国务院官员6月23号表示目前没有相关 国务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外长王毅下周 出席20国集团 部长会议期间会晤的计划 那么之前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 中美两国正在讨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 中国外长王毅下周在意大利举行的20国集团部长会期间 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报道还说 拜登政府通知北京,希望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夏季访问 中国 另外白宫还就 今年晚些时候派 布林肯或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访问中国 进行初步的内部讨论 这可能是为拜登和习近平 在20国集团峰会 举行双边会谈做准备 那么20国集团峰会是10月30号到31号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那么预期拜登会和习近平见面 那么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回答有关 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的查询的时候说 在即将举行的G20部长会议上 布林肯国务卿和王外长之间没有计划会面 但是他没有对其他的细节发表评论 然后中国外交部新闻 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 金融时报有关布林肯和 王毅见面的报道时候回答是这样说 我目前没有任何信息可以给你提供给你 那么金融时报 引述这个 德国马歇尔基金亚洲问题专家 叫邦尼 格拉泽 说他说他从消息人士那里获得的信息是 在布林肯与王毅会晤之后 拜登和习近平之间 可能会打一个电话 然后呢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今年夏天会访问中国 但是白宫没有立即回应这个说法 那么大家知道 上上个星期 拜登总统去 欧洲 建了世界上主要的盟国的首脑 那么甚至建了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 那么现在 习近平是最后的人选 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今天上美国商务部 6月23号 那个制裁 制裁中国企业 这些企业 这五家企业 涉及在中国新疆的人权侵害 美国商务部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增加的五家企业包括 核胜归业股份有限公司 然后是新疆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 新疆 东方希望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新疆协星新能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那么这里面一大部分是跟太阳能板有关系 当然新疆建设兵团其实不是一个企业 新疆建设兵团其实是个什么 其实是个政府部门 其实是个省级政府机构 相当于新疆 新疆有两个政府 第1个政府 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 另外一个政府 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是 勘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 另外一个政府 相当于一个太上皇 那么 这个商务部提交的政府文件显示 这些中国企业因为侵害人权 伤害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 族群被列入黑名单 相信你可以看到明天可能跟太阳能有关的这些产业 会有一些反应出来 反应出来 大概我们今天的三个主题就是这些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我们看一下大家今天有什么 今天有什么评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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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 我在香港 一早 7点去楼下 71买苹果日报 结果报价空了 服务员看我找报纸 主动告诉我 楼上或许还有 我奇怪 他怎么知道我在找苹果日报 然后我上楼上走了几分钟 另一家71报价上看到苹果日报 只有两份 我都买了 谢谢 观点 我没有想到过 我会不会一份报诊哭成这个样子 很多人都哭了吧 这份赔了我们26年的报纸 我们都知道 这不是一份报纸 26年 三福仔 上下都所有的人 功过相抵 讲左 讲了要再会 我们就会再会 再会 苹果日报在香港是一个记忆 这个记忆呢 和其他的报纸不一样 因为 因为他的老板黎智英 黎智英有不同的 不同的 做事的方法 那么当然 黎智英非常坚定的把苹果日报推到了 反抗运动的最前线 所以苹果日报就成为 这个中共打压的第1份报纸 所以这也是香港人为什么支持他的原因 这个网友说的 其实真的很反映香港人的心态 观点 这是看着一个时代的凋零 虽然我在大陆 但是仍然能够感受到这种逝去 其实不得不说 香港是真正 有血有肉 有骨血的君子 香港人的精神是最值得尊重 和珍惜的 祝香港人的精神永存 谢谢 谢谢你 情绪打卡 北卡 我在澳门长大 后驾香港 2018年香港送中事件后 才让我自觉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香港已经在我心里 站着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看着他的衰落 我的心是那么的难过 今天也看着直播 苹果大厦门外 香港人的呐喊 自己对着屏幕流泪 想着人在他乡 什么也做不到 什么也做不了 心情特别难过 情绪 我从小看着香港的电影和连续剧长大 上大学期间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香港 从地铁站一出来 眼前就是香港电视里看过无数次的 香港街景 内心非常激动 我热爱香港 这个东方璀璨的明珠 恰巧我的名字 首个字母都是HK 看到如今香港的惨状 我的内心在哭泣 但我相信光明总有一天会重新照耀香港 加油 令人敬佩的香港人 来自大陆一颗韭菜的呐喊 谢谢你 谢谢大陆韭菜 情绪 十多年前 内地还有南方周末 为了对抗审查 在头版开天窗 我至今仍然保留着那一份头版 大大的写着 在这里读懂中国的绝版报纸 十多年前 内地还有李大同 还有冰点周刊 李大同的那本书是激励我选择新闻学 立志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的根源之一 而如今 再回头看看这十多年来 新闻工作者这个职业在内地被灭绝 真是万千感慨 不知从何说起 此刻我特别理解王老师的情绪 那种悲伤 那种愤怒 那种无力感 我们眼看着一件美好的事情 美好的事物 在你眼前 一步一步的破碎 而且你看着这种破碎 那种 那种伤心 那种难过 那种愤怒 无以言表 那么 我们在美国 我能够做的 就是做一期节目 表达我的情感 表达我的思绪 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和我的愤怒 但是真的也做不了太多 这个网友非常的了解我 因为我跟他一样 我们再看同一件事情 观点 苹果日报以及周刊都是以低价以及本土八卦 是非为卖点的 Table 在主流的非议中 成功的获取了本土市场 历史的激流把这么一个娱乐新闻公司推上了道德高地的最前线 看似不可思议 其实是情理之中 法国大革命的领军人物不就是各行各业 泛夫走卒中的表表者吗 我认为 在未来中国的乱局中 能给百姓提供保护跟秩序的 就是那些 卖鱼卖肉的商人 而不是日渐衰败的政府 我觉得你对苹果日报的评价不大准 情绪 始终无法理解当年英国政府把一个自由的香港交给独裁者的理由 特别是为何在六四之后 仍然继续移交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也有此疑问 我觉得香港的这件事情 香港人用他的抗争 做了两件事 做了 达到了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 大家不要以为 全世界 全世界最终明白 中共是全世界的威胁 这件事情 仅仅是因为中美 中美对抗造成的 并不是 并不完全是这样 那么包括 香港 香港展示给全世界看到的是什么 其实香港给全世界一个巨大的震撼 这个震撼来自两个方面 第1个方面是什么 第1个方面就是全世界看到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的人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抗争 这让全世界叹为观止 反送中运动这件事情 其实教育了全世界 特别是香港年轻人 教育了全世界 就是在一个现代的商业高度发达的一个城市 人们是怎么抗争 他们的文明程度在哪里 这是第1个 第2个 反过来 全世界也看到了中共在香港做的事情 这件事情 让 这件事情是什么 是全世界看清楚中国的 中国的战略意图的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香港人 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 绝佳的示范 有一句话 对西方世界是非常触动 这句话是什么 香港人告诉台湾人 说一国两制是什么 你们看看我们 我们就给你示范 不过 我们只能示范一次 这就是香港人 香港人给台湾人的警示 全世界看到了这个警示,这个警示是非常震撼 这是第1个方面,第1个层面,第2个层面 香港人也通过 在香港发生的事情 告诉全世界 如果 你们再不 再不遏制 中共在全世界的政治进程 在全世界的扩张 你所住的城市 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 这就是用同理心 去告诉大家 中共是什么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香港人用自己的牺牲 提醒了全世界 中共是什么 我同样的问题也是跟这个网友提的问题是一样的 六四事件之后 为什么英国人 继续去 把香港 还给中国,这件事情是非常 非常不可思议的 观点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只是睁开了眼睛,以前是装睡或者装天真 但现在没有真的完全清醒 真的清醒是他们会认识到 CCP不灭 人类就永远不会安宁,就像二战初期那样 认识到纳粹不灭 这人类永远 人类不宁 然后起而灭 纳粹 此后世界安宁了几十年,现在CCP 现在CCP 和未来会对人类造成或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因此 所谓的孤立根本不能解决问题 必须铲除 和清算那样 纳粹一样 彻底铲除 CCP 才能带给所有人正在的和平与安宁 观点 在世人面前砸烂一件美好的事物,从而给他人带来恐惧 给他们的挣权力 给他们自己权力的快感 这就是文革 和红卫兵当年干的事情 而且当年的红卫兵 在今天所干的事情 提问 今天看到一个图,比较中国近代自晚清以来 的言论自由对比 解放后 的言论自由度 得分最低,我想问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字运 能跟今天有一比吗?有的一比 王老师认为哪个朝代 清朝 清朝文字运基本上是最严重的 就是 我今天在推特上转了一个易中天老师的一个视频 易中天老师视频在讲一件事情 那个视频讲的是 中国所谓的儒家传统 其实是反科学的 是阻碍中国科学文明 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讲的是什么,中国的所有的研究 都研究一件事情 就是道 什么叫道 道其实他讲的是 道其实就是维护这个国家政体 维护老皇帝的位置 中国的读书人这些年 这几千年来研究的一件事情 就是维持这个国家怎么存在 中国的学问都在研究这个 跟科学没关系 一样的道理,其实 文字运是什么 所以中国的 中国中华文明的进程 的发展 都是什么 都是解决 怎么样 保证皇帝的权位 都是在发展这个 所以文字运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严重 到了清朝应该是最严重的了 情况加观点 昨天看到庆祝党庆的电影1921居然马上要在澳洲和新西兰同步上瘾 这种政治宣传的电影可以在西方国家随意上瘾 敢问中国什么时候可能取消电影 新闻和电影的审查机构 之前看到过朋友发的相片 他所在的城市 电视台墙外挂着硕大的 党媒姓党的口号 中国只有 党的宣传机构没有媒体 既然香港变成一国一制的城市以后,自然不可能再允许任何媒体的存在 剩下的只是党媒宣传机构 情绪,最近看王先生的节目一直不敢发言,因为心头每每 压制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既沉重又无奈的控制着我的心情 我经常去香港 那美好的时光就这样变成了回忆,让我老泪纵横 今后再也没有去香港的愿望 但还是要祝福香港,希望愿自由早回 早日回归香港 谢谢你 谢谢你的 谢谢你的祝福 提问墙里天天公布确诊几例 后面还不忘追据有多少境外输入,这不打脸吗 境外回来的隔离要么14加14 要么21加7 其中4到5次核酸检测,如果是境外输入要那么隔离手段不行 要么核酸检测准确率超低 请问老师,墙里很多人都不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洗脑的后果还是什么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世界上是这样 真正能够 真正愿意 认真思考 对问题 纠根追底的人 应该 不会超过1% 大部分的人会跟随媒体 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现实 那么大部分人在跟随媒体,而中国的媒体 是什么 刚才网友都说 中国的媒体就是党媒,是宣传机构 他负责 负责在洗脑 所以 这个世界不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讲 西方的一个国家,它的设计很精密 它设计很精密,其中包括什么 包括媒体这个环节 媒体 它的第五权,它的权力非常的大,因为它会影响公众 公众其实是被媒体影响 我都说了99%的人 是不思考 是跟随而已 那么想一下,但是不深究 为什么 因为大家没有时间去深究 大家都在生活 那么既然这件事情就交给谁 交给独立的媒体 所以媒体的独立性非常的重要 媒体的自由也很重要 新闻自由很重要,言论自由也非常重要,这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怎么说呢 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失去了媒体的监督 和媒体的这种自省能力的话 那么这个社会就会生病 因为本来大家是把 大家是把自己的判断交给了媒体,媒体帮忙去做这件事情 媒体理论上应该聚集了一些 善于观察 善于分析 善于思考的人 那么这些人专门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好好的看 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问题 分析给大家听 讲解给大家听 那么公众做什么 公众就接受他的判断 这就是分工的问题,这其实是社会分工的问题 那么这媒体对媒体的要求就很严格 媒体要有 要有法律 要有法律的约束 要有道德的约束 要有专业的约束 那么在这个一系列的约束之下 媒体发挥他应有的作用 那当你这个媒体不存在的时候 那他媒体,中共把这媒体变成了什么,洗脑工具 那你当然就,你看到的结果就是这样 就不是 不仅仅是 不仅仅是 老百姓的问题 这不是老百姓的问题 这不是被洗脑者的问题 你处在那个环境,被洗脑是迟早的事情 那么但是 但是 我们要追 这个责任应该是谁,当然责任是政府 就是这样 提问,新闻是第四种政治权利 当香港新闻自由凋零后 类似抖音或者环球时报等假媒体取代真正的媒体 是不是只有 宣传传播了,也不是,香港还是有很多独立媒体,我刚才念过了,周宝松的那篇文章 为什么专门念给大家听,就是告诉大家 香港仍然有一些 独立的媒体 那么这些独立的媒体仍然会发挥他们的作用 什么环球时报抖音 想攻占香港不容易的 香港的媒体竞争非常激烈 对一个垄断的市场 那就不一样,中国大陆垄断的很烂的报纸 那在 中国的市场仍然能够生存 但是烂的报纸在香港很难生存 情况,上海18日突然宣布 20日零点到7月2号24时 非必要的危险品均不允许运输 所有经过上海港的危险品无法 进出港 且如何申请民生相关的危险品运输操作 细则不清 本人半导体业 制成危险品使用很多 供应链最近忙作与团,避免断货压力很大 半导体又是 这就是 办正事 千双百孔 就是这样 观点,共产党是开放社会的敌人 非常对 利用自由开放搞宣传和渗透 并且用美好许诺这个牌坊 来诓骗所有的进步分子 民国就是如此被窃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苏联不甚了解 只觉得口号和目标好 就傻乎乎的跟着共产党反过民国政府 也没有了 也只是宣传而已了,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只是不愿意离开而已 不一定是跟着他走 只是被说成是跟着共产党走而已 观点,英国政府之所以六四后依然归还香港,是因为冷战尚未结束 苏联仍然是第一大敌,另外他们对中共改革还抱有希望 这个理由并不确切 观点,文革说错一句话也会被杀,跟清一样 但文革保持沉默也可能被杀,这就比满清更厉害,非常对 提问,打压了苹果以后会不会产生寒蝉效应 导致别的独立媒体改变对独立新闻媒体的价值观 会有影响 就是说大家会更谨慎一点 但是我觉得新闻的价值观无法改变 价值观是这样 要么有 要么没有 那你怎么改变 我觉得他们会影响是什么,就是 我在做新闻或者我在写评论的时候 我可能就不那么犀利,我会稍微的稍微的模糊一点 大概是这样 是这种影响 情绪 今天流的泪 等到人民日报废刊的时候可以加倍的笑回来 我们要坚持住 好好生活 好好做人 非常对,谢谢你 观点 现代民主宪政的基础 是民族和法治,两者相辅相成 而宪政的目标就是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公民权利和自由先于宪政而存在 中共宣称为了带领中国人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社会 而实施独裁 或者是因为中共把经济建设好,人民生活改善了 他就可以独裁统治 都是不把公民权利和自由作为目标 在这个框架下,中共想跳过民主选举 从别的途径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 其实没有办法自洽 结果也没办法自洽 情绪,王先生这期节目 是我猛然想起亭刊的世界经济倒报 想起来了 情况,一早冒雨走路去排队买苹果日报,买了两份 一份自己收藏,让自己记住我们曾经有过的自由 另一份就让风 烧给 王老师 感谢王老师的付出,我真的好中意香港 我也是,谢谢你 谢谢你的深情厚意 感谢 鸣谢 谢谢 谢谢 为自由被扼杀感到难过,今天来取暖,谢谢 谢谢 由于身体原因,两年多没工作,最近找了份半日工,有了收入 感谢王先生心情 和富有智慧的工作 让我世界 让我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非常感谢,加油 谢谢 新闻自由 信仰不倒 后会有期 感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